这个是我们家的老师饭镇 以前的蒸饭的 看看 这个是盖子 这个是底座 已经家里面很少用它了 然后把它放到上面去 如果有密封 分桶的时候 它会进去 先把它擦干净 然后再抹点蜂蜜在里面 在家里面找了一个木板 大概就是怎样子呢 大概我们就是把它 把我们家这个老师蒸笼 放上去 然后盖上盖子 它以后呢 就会在这上面做炒 蜜就会在这上面了 把盖子 也不知道会怎样 先放上去再说吧 现在把这个屋给打好了 在这里准备了一点蜂蜜 我把它磨一点磨到上面去 这样做更细的蜜蜂 蜜蜂 蜜蜂呢 它是一个很敲的 有糖吃 其实是一点点性格的事情 把它都磨了这个 用土把石头 我们拿这个 在那个底下再磨一点 好了 我们准备好了 把它放到我刚才搭这个台里面去 我们放这封筒 简单就这样制作完成了 能不能分到这个蜜蜂进去呢 这个很难说 先放这吧 蜜蜂也很挑 希望它能够到我们这个桶里面来 明天就有更多的蜂蜜吃了 好了 我们这些视频拍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